在巴拿巴出生 西班牙文是她的母语 虽然没有中国人的样貌 但是十分中国话 《红楼梦》还有中国的历史 他们比我更清楚 广东话 客家话 他什么都懂 很有学问 普通话呢 而且都是很好的 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惭愧 我常形容它像石头 熊猫的 因为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他拥有中国人所重视的优良品格 他虽然懂得这么多 但是他并不会骄傲 吃得起苦头 任何难关他都闯得过 很佩服他的就是对爸爸的孝心 他最看重的不是人间的学问和知识 福音节目啊 或者是神学的讲座广播啊 他都会听 他那种的尾声啊 他不会轻易地不上教会 位于中美洲南部的巴拿马共和国 南面是太平洋 北面是跟大西洋连接的加勒比海 南北海岸线与两大洋接壤的地理优势 就是巴拿马得天独厚的地方 在中美洲拥有这个地理优势 令巴拿马成为了连接北美洲 南美洲 以及欧洲的海运中心 加上贯穿南北的巴拿马运河 在20世纪初晚宫 就更加促进了巴拿马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海运发达和频繁的商贸活动 都间接促成了巴拿马不同族裔的集结和通婚 现时全国有超过60%的人口 是属于印欧的混血儿 Ricardo 外貌跟大部分的巴拿马人没有分别 其实他也是一名混血儿 现时在大学主修语文的Ricardo 很喜欢用诗歌来表达他的感受 除了西班牙文外 他也精通中文 很多住在巴拿马的华人 跟他初次接触的时候都感到非常诧异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好像他的外表像是个洋人 但是他的中文比起我们中国人还要好的 他懂国语 我们这些广东话 客家话 他什么都懂 很有学问 除了懂得说几种中国方言之外 Ricardo还懂得书写中文 在他爸爸所开办的杂货店里面 就贴了一张他所写的励志语言 意思是如果你选择去做难的事情呢 也不是难了 如果你不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呢 就是容易啊 那么你都总是做不来啊 能够精通中文 是因为他自小就有机会跟爸爸用中文沟通 Ricardo其实是一个华裔跟西班牙裔的混血儿 他爸爸是中国人 妈妈是巴拿马人 再加上在他十岁的时候 曾经去到中国中山投靠亲人 他的中文就在那时候垫下基础 去到中国大陆之后呢 那么我爸爸就 就替我在乡下的学校里面就报名读书 我也不知道 原来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方言啊 因为呢 我们在家里面呢 就说客家话啦 那么去到学校上课啊 那老师教的就是普通话啦 但是老师呢 又用实习话呢 教我们普通话啊 听电视跟电台呢 又是用广东话的 当时就不明白呢 就把所有的方言都放在一起啊 就很混乱啊 别人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那么同学呢 就觉得我很奇怪 第一次呢 就好像看怪兽那样看我 那么也有一些是很好的啊 那么跟我的关系很好啊 因为我又不懂说 又不懂写 那么他们就带我去买东西啊 解释给我听 那是什么呢 如果我听不懂啊 他们就解释给我听 有些是很坏的啊 那么常常就欺负我 甘晓明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能够用不同的方言 跟其他人沟通 而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 是因为伯父对他的悉心栽培 他要我看那个古文观止啊 唐诗三百首啊 唐人绝句五百首啊 看那些诗经啊 诗记啊 那些东西呢就很难学的 也很难懂啊 他就慢慢的就教我啊 他懂得就写那写毛笔字啊 那些毛笔字呢很大的啊 要我写毛笔字 那些中国四大名著啊 那么他都有啊 那我就拿来读了 他连我们不爱看的《红楼梦》呢 他都看过 那些那些那些书呢 那些《红楼梦》啊 跟中国的历史啊 他比我们更清楚真是 哎呀小明啊 这么有本领啊 中文普通话都是很 很好的啊 我真的觉得 自己有点惭愧啊 我常形容它 像是头熊猫呢 因为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是一种非常稀 稀有的动物 真的可以这样去形容它 静莹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 里卡尔豆对中国文化 含蓄的表达方式特别喜爱 那么我就很喜欢中国人 表达那种内涵啊 不用什么都表达出来啊 那么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能够表达得很好啊 不需要很多的那些字句 他举了诗经的采歌篇 作为例子 意思呢就是一双男女在对答啊 是明歌的那种色彩啊 但他又不说 我很喜欢你啊 我很爱你啊 我很疼你啊 他不会说这些的 只是说呢 我正在那边采歌的这个时候呢 如果看不到你呢 那么就好像隔了三个月 隔了三个月的这个意思啊 那么说话呢 不是就不是直接的说啊 那么就很婉转啊 就换了另外一个意思 但是呢 他们彼此之间呢 都能够明白 这倒是相爱了 完成了初中之后 甘小明报读广州中医学校 一心想着 向中医方面发展 可惜 我蛮以为 应该可以应付得来的 那么事实上呢 那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 那么我看见中药很好啊 那么我想进去读书啊 去读书啊 那么自己的古文呢 也不错啊 应该可以读中医书啊 怎么知道不是这样的 要学 要学化学的 要学中药的化学啊 化学分析啊 物理啊 那些东西 那我就不喜欢了 每一科呢 都是六十多分 只有拉丁文是九十多分 那三年呢 我就读得很辛苦 很不开心啊 读完以后呢 就领取毕业证书啊 那么 如果要继续读呢 就不需要读中药 不然就要读中医 但因为呢 我读得不开心 所以呢 就不想继续读下去了 因为没有中国国籍 不可以继续留在中国 赶小明被逼回到巴拿马 很痛苦啊 我就好像一根植物啊 那么在 在那个泥土里面呢 都其实 其实都已经 生根啊 都发芽了 就 就长大了 却被拔出来一样啊 我已经看自己是中国人了 我在 我在中国这么久啊 朋友啊 家人啊 生活方式啊 食物啊 全都是中国的啊 通年吹风吹 昨日故事 放置诗句 难忘长寒旅 流浪狗 也上半句 七黑中句 胖打泪 细雨淋 液液得碎 日落令我心醉 数往事 自梦境 退去 再一次他族巴拿马 Ricardo当时是23岁 十岁离开 十三年之后 返到出生地 甘小明要重新适应 新的环境 我在这儿生活到十岁 那么西班牙文呢 就还没有完全忘记啊 但是呢 要我重新说呢 我就记得当时呢 就不会听 不会说 人家说什么呢 我都不知道 就像哑巴一样 后来呢 就自己 就练习了 就可以看报纸啊 可以听收音机啊 又可以跟别人讲话 大概呢 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呢 就开始 就可以流利的对话了 刚回来的时候呢 就没有工作 就是待在家里了 那个时候呢 就觉得很无聊啊 那么没事做啊 那么我的爸爸就 那么就提议了 不如呢 我们就 就在这个地方 就办一个店铺了 在2005年 甘小明勇敢踏出 信心的一步 决定在拾起书包 修读大学课程 可惜 因为他在中国的学历 不被承认 需要由初中读弃 但是凭着他的 勤奋和毅力 最终都被大学的 语文系所取录 最初呢 最初呢 就是想读英文的啊 那么就为了想学英文呢 呃 就听去美国之音啊 又去听BBC电台啦 那么又去去 网吧那里啊 去把那些 把那些资料给下载啊 后来呢 慢慢发觉 诶 读英文 没什么意思啊 很多英文字啊 其实不是英文啊 是从法文来的啊 从拉丁文来的 希腊文来的 就好像一幅拼图一样 那么我发觉 西班牙文呢 很有意思啊 啊 很有内涵呢 因为西班牙文呢 是从拉丁文演化过来的 当你要找他的 词根的时候呢 就能够找得到 接触过 集中语言和文化 甘小明最深爱的 始终是中国文化 喜欢那种 家庭观念 喜欢那种 奋发上进的 那种奴隶啊 喜欢他们的勤奋啊 虽然中国人呢 经常就批评自己啊 很喜欢批评自己啊 说 中国人哪里哪里不好 有什么什么缺点 当你到 去外国去呢 那么跟外国人 比较起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中国人很好的 每一个民族都有缺点 不仅是喜爱 甘小明更身体力行 在生活里面流露出 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 他又要上课 又要读大学 又要帮忙店铺的生意啊 所以我觉得他很坚强啊 很上进 吃得其苦 任何难关他都闯得过 看他的外表像是 像是很软弱 其实他真的是 特别坚强 很多时候他都是很谦卑的 有时问他些问题 他说我也不是懂很多啊 但是说来说去呢 原来他懂很多啊 他虽然懂得那么多 但是他并不觉得很骄傲 反而觉得他很千千和和这样 很佩服他的 就是对爸爸的孝心啊 他爸爸今年已经82岁啊 他现在的经济环境不是太好啊 但他对爸爸是不离不弃的 天天在他身边照顾他啊 他很多时候呢都很挂心呢 他的爸爸怎么样了 我们都外出啦 没有人照顾他的爸爸呢 是不行的 今天 甘小明和一群华人教会的朋友 一起查考圣经 在这一群基督徒当中 他算是信仰资历比较深的一个 我们查经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提出很多的问题 我就觉得 哎呀小明怎么 这这么多的学问呢 他的信仰呢 比我比我们信的比较 比较真实 比我们好 对我们一群弟兄姐妹来说 他是一个很好的导师来的 可以这么说 甘小明最初接触基督教 是在中国广州就读中医学校的时候 在广州买了一本书 名叫寻找光明 是说一个日本 一个女盲人 基督徒啊 他怎么样就成立一个盲人之家 别人看起来呢 他好像很凄凉啊 但是呢 他就算看不出成效啊 但是呢 他还是很努力地去工作 那我慢慢就好像 开始摸索了 而他最终相信耶稣 是在他回到邦拿马 有机会接触到 另一本基督教刊物而促成的 后来回到巴拿马呢 最初就很迷惘啊 不知道该做什么 又没有工作 又很无聊 就拿中信来看 来翻 后来就读到一篇说 如果要跟从基督的人呢 就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他 突然之间呢 这句话很感动我啊 那就不是怎么样的呢 那天晚上呢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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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 脑袋里面呢 就好像在 放录像一样啊 让我看 重新看一遍 那么 边看呢 就边哭起来了 那么 哭了就很久啊 有 大概半个小时 那突然之间我就说 神啊 上帝啊 请你原谅我 那么久都不认你 那突然之间好像有 有 有一个声音跟我说 我原谅你 然后呢 我就 我就正式 就 接受基督 甘小明居住在一个小镇 没有教会 也没有基督徒 最后 他决定花两个小时的车程 去参加巴拿马市 一间华人教会的聚会 那些人呢 都觉得很奇怪啊 哎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那么我就说 佩诺诺美那里啊 那么那些人就很高兴啊 就跟我握手啊 甘小明非常享受 跟其他基督徒相聚的时间 但因为路途实在太遥远 甘小明不可以经常参加 教会的聚会 缺乏基督徒彼此的支持 令甘小明十分孤单 直到2008年 去年呢 呃 吴克定牧师呢 亲自带领这个短宣队 来到这里啊 他呢 他呢 要对我们的信仰啊 啊 关于耶稣啊 啊 关于啊 圣经里面说啊 神的爱啊 很有认同感哦 那我们就很自然地 跟他交个朋友 他亲自来到我们的店铺里呢 就探认我 是他自己自学啊 自己慢慢地去寻求 一直呢 在他追求的过程里啊 他认识认同圣经里面呢 这一位耶稣呢 就是他所认识的真神 当他步道过后呢 就活动过后呢 那么就邀请人觉知啊 突然之间呢 就有十多个人举手 原来他是自己一个人啊 在一个这么偏远的地方啊 就喜欢自己听收音机 有时候呢 听电台播放一些基督教福音节目 或者是神学的讲座啊 广播啊 他都会听 牧师就决定啊 我们要成立一个查经班 他就请我帮手啊 那么因为我相信的时间比较长了啊 那么都有几年的时间 那小干呢 就很谦卑的啊 有点害羞的 不断地说 哎呀我不行啊 但在没人的情况下呢 大家都要推举你啊 你就来带领吧 他真的很纯真的他的心啊 他又真的比其他人对圣经啊 他信仰的问题认识很多呀 而他又就这样的带领啊 每个人都很佩服他 跟他谈话呢 是很舒服的 有时啊 我不开心啊 我就会找他来谈谈 但他呢 每天啊 四点多钟的时候就会说 莉莉娇 今天我们有聚会啊 一定要来啊 他又请我啊 你读诗篇啊 或是读哪一本福音书啦 他会这样教导我 透过华人信徒彼此鼓励 甘小明的信仰生活 开始稳定下来 但是他的经济状况 相对来说就不是太稳定 更加不幸的是 有一次甘小明在开店的时候 被一个持枪的贼人打伤 那个头目呢 他不满意啊 他说他找来找去呢 只有几百块啊 他说钱太少 他要多一点啊 我说真的没有 但他不相信 他打我呢 就好像打沙包一样啊 那么就打在我的肚子上啊 真的很痛啊 心里就害怕 就问神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就问 你是否真神呢 现在我被贼打啊 怎么办呢 突然之间呢 就好像 听到神呢 就跟我说啊 其实你不用怕 这是一个考验 那我心里说 哎考验也不要用到这些嘛 那么突然之间呢 又听到 我说 你所受的苦 比我顶十字架的苦呢 就少多了 这教导我呢 人生啊 真的 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啊 随时都会有危险 人生真的很脆弱啊 当时呢 每天都感谢神啊 因为呢 就没有被贼人打死啊 所以觉得很高兴啊 那么钱呢 被他拿去啊 由他啦 没所谓啦 唯一不开心的呢 就是被他打过 我的肚子之后呢 现在常常有胃痛啊 就是抢劫之后呢 他都很少跟人说 通常只要自己应付得来的 他都不会向人求助啊 或者诉苦啊 这样 很轻描淡写的啊 只是说 哎呀 我被贼人打劫 打了两圈 现在还在痛啊 就是这样的简单 但是啊 我可以感受到啊 他当时是好害怕 或是过后 他觉得 哦 好痛苦啊 这样 不幸的际遇 不但没有影响到 甘孝明对上帝的信心 反而叫他对生命 有更多的反省和体会 虽然世界呢 有时候看起来很美丽啊 但是呢 晴天过后呢 总会有一些 阴霾不散的时候啊 那么事情呢 是不会百分之百 都美好的啦 有早晨呢 就必定有晚上啊 如果有欢聚啊 就必定有离散啊 有生就一定有死 那么就每个人都要死啊 那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没有神 就真的很苦啊 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他所创作的 这一首西班牙文诗歌 就反映出信仰 在他生命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 虽然道路是很黑暗 但是神呢 都会让月亮呢 照着道路啊 让我继续走下去啊 黑暗之中呢 始终都会有光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正常的 如果他的身体没有病 他都是如常来的 当我们安排他工作的时候 他每次都是做得最好的 有时啊 真的是想不到他可以做得这么好 甘小名 Ricardo 一个外貌是中美洲人 内心却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混血儿 他生命中柔和了中西文化的优点 火出了两个种族结合的独特生命 这一个特点没有叫甘小名 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 反而让周遭的人觉得 他是一位谦谦柔柔的君子 甘小名所流露的 不仅是从人类文化 所传承的道德价值 他最渴望火出的 就是耶稣基督 所赐给他的新生命 而这个新生命的特质 是来自天上的 能够超越死亡 朝向永恒 叫人在面对逆境的时候 得到力量和盼望 你也可以拥有 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 请你现在就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跟我们联络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页留言 愿神赐福你 开心失忆亦要祈祷 生致主兵唱我每步 因福所有跳舞 患难以终于跌倒 急风声会准备 我未会无套 开心失忆亦要祈祷 生致主兵唱我每步 因福所有跳舞 患难以终于跌倒 天天恢求耶稣 他就请我帮手啊 那么因为我相信的时间比较长了 那么都有几年的时间 那小甘呢就很谦卑的 有点害羞的 不断地说哎呀我不行啊 但在没人的情况下呢 大家都要推举你啊 你就来带领吧 他真的很纯真的他的心啊 他又真的比其他人对圣经啊 信仰的问题认识很多呀 而他又就这样的带领啊 每个人都很佩服他 跟他谈话呢是很舒服的 有时啊我不开心啊 我就会找他来谈谈 但他呢每天啊 四点多钟的时候就会说 莉莉姐啊 今天我们有聚会啊 一定要来啊 他又请我啊 你读诗篇啊 或是读哪一本福音书啦 他会这样教导我 透过华人信徒彼此鼓励 甘小明的信仰生活开始稳定下来 但是他的经济状况相对来说就不是太稳定 更加不幸的是有一次甘小明在开店的时候被一个持枪的贼人打伤 那个头目呢 他不满意啊 他说他找来找去呢 只有几百块啊 他说钱太少 他要多一点啊 我说真的没有 但他不相信 他打我呢就好像打沙包一样啊 那么就打在我的肚子上啊 真的很痛啊 心里就害怕 就问神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就问 你是否真神呢 现在我被贼打啊 怎么办呢 突然之间呢 就好像 听到神呢 就跟我说啊 其实你不用怕 这是一个考验 那我心里说 哎 考验也不要用到这些嘛 啊 那么突然之间呢 又听到 我说 呃 你所受的苦 呃 比我顶十字架的苦呢 就少多了 这教导我呢 人生啊 真的 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啊 随时都会有危险 人生真的很脆弱啊 当时呢 每天都感谢神啊 因为呢 就没有被贼人打死啊 所以觉得很高兴啊 那么钱呢 被他拿去啊 由他啦 没所谓啦 唯一不开心的呢 就是 被他打过 我的肚子之后呢 现在常常有胃痛啊 就是抢劫之后呢 他都很少跟人说 通常只要 自己应付得来的 他都不会向人求助啊 或者诉苦啊 这样 很轻描淡写的啊 只是说 哎呀 我被贼人打劫 打了两拳 现在还在痛啊 就是这样简单 但是啊 我可以感受到啊 他当时是好害怕 或是过后 他觉得 呃 好痛苦啊 这样 不幸的际遇 不但没有影响到 甘孝明对上帝的信心 反而叫他对生命 有更多的反省和体会 虽然世界呢 有时候看起来很美丽啊 但是呢 晴天过后呢 总会有一些 呃 阴霾不散的时候啊 那么事情呢 是不会百分之百 都美好的了啊 有早晨呢 就必定有晚上啊 呃 如果有欢聚啊 就必定有离散啊 有生就一定有死 那么就每个人都要死啊 那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如果没有神 就真的很苦啊 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他所创作的这一首西班牙文诗歌 就反映出信仰 在他生命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我会成为一种不存在的 一种右边的 一种右边的 一种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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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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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在家里就说客家话 那么去到学校上课 那老师教的就是普通话 但是老师又用实际话教我们普通话 听电视跟电台又是用广东话的 当时就不明白了 就把所有的方言都放在一起 就很混乱了 别人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那么同学就觉得我很奇怪 第一次就好像看怪兽那样看我 那么也有一些是很好的 那么跟我的关系很好 因为我又不懂说又不懂写 那么他们就带我去买东西 解释给我听那是什么呢 如果我听不懂 他们就解释给我听 有些是很坏的 那么常常就欺负我 甘晓明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能够用不同的方言跟其他人沟通 而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 是因为伯父对他的细心在培 他要我看那个古文观止啊 唐诗三百首啊 唐人绝句五百首啊 看那些诗经啊 诗记啊 那些东西呢就很难学的 也很难懂啊 他就慢慢的就教我啊 他懂得就写那写毛笔字啊 那些毛笔字呢很大的啊 要我写毛笔字啊 那些中国四大名著啊 那么他都有啊 那我就拿来读了 他连我们不爱看的《红楼梦》呢 他都看过 那些那些那些书呢 那些《红楼梦》啊 跟中国的历史啊 他比我们更清楚真是 哎呀小明啊 这么有本领啊 中文普通话都是很 很好的 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惭愧啊 我常形容他像是头熊猫呢 因为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动物 真的可以这样去形容他 静莹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 里卡尔豆对中国文化 含蓄的表达方式特别喜爱 那么我就很喜欢中国人 表达那种内涵啊 不用什么都表达出来啊 那么你可以用 用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能够表达得很好啊 不需要很多的那些字句 他举了诗经的彩歌片 作为例子 意思呢就是一双男女在对答啊 是明歌的那种色彩啊 但他又不说 我很喜欢你啊 我很爱你啊 我很疼你啊 他不会说这些的 只是说呢 我正在那边踩歌的这个时候呢 如果看不到你呢 那么就好像隔了三个月 隔了三个月的这个意思啊 那么说话呢 不是就不是直接的说啊 那么就很婉转了 就换了另外一个意思 但是呢他们彼此之间呢 都能够明白 这倒是相爱了 完成了初中之后 甘小明报读广州中医学校 一心想着 向中医方面发展 可惜 我蛮以为 应该可以应付得来的 那么事实上呢 那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 那么我看见中药很好啊 那么我想进去读书啊 去读书啊 那么自己的古文呢也不错啊 应该可以读中医书啊 怎么知道不是这样的 要学 要学化学的 要学中药的化学啊 化学分析啊 物理啊 那些东西 那我就不喜欢了 每一科呢都是六十多分 只有拉丁文是九十多分 那三年呢 我就读得很辛苦 很不开心 读完以后呢 就领取毕业证书啊 那么 如果要继继继继继续读呢 就不需要读中药 不然就要读中医 但因为呢 我读得不开心 所以呢 就不想继续读下去了 因为没有中国国籍 不可以继续留在中国 甘晓明被逼回到巴拿马 今天 甘小明和一群华人教会的朋友 一起查考圣经 在这一群基督徒当中 他算是信仰资历比较深的一个 我们查经的时候 很多时候提出很多的问题 我就觉得 小明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学问呢 他的信仰比我们信得比较真实 比我们好 对我们一群弟兄姐妹来说 他是一个很好的导师来的 可以这么说 甘小明最初接触基督教 是在中国广州就读中医学校的时候 在广州买了一本书 名叫寻找光明 是说一个日本 一个女盲人 基督徒 她怎么样就成立一个盲人之家 别人看起来 她好像很凄凉 但是她就算看不出成效 但是她还是很努力地去工作 那么我慢慢就好像开始摸索了 而她最终相信耶稣 是在她回到巴拿马 有机会接触到 另一本基督教刊物而促成的 后来回到巴拿马 最初就很迷惘 不知道该做什么 又没有工作 又很无聊 就拿中信来看 来翻 后来就读到一篇说 如果要跟从基督的人 就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他 突然之间 这句话很感动我 那就不是怎么样的 那天晚上就祷告 脑袋里面就好像在 放录像一样 让我重新看一遍 那么边看就边哭起来了 那么哭了就很久 有大概半个小时 那突然之间我就说 神啊 上帝啊 请你原谅我 那么久都不认你 那突然之间 好像有 有一个声音跟我说 我原谅你 然后呢 我就 我就正式 就接受基督 甘小明居住在一个小镇 没有教会 也没有基督徒 最后 他决定花两个小时的车程 去参加巴拿马市 一间华人教会的聚会 那些人都觉得很奇怪啊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那么我就说 佩诺诺美那里啊 那么那些人就很高兴啊 就跟我握手啊 甘小明非常享受 跟其他基督徒相聚的时间 但因为路途实在太遥远 甘小明不可以经常参加 教会的聚会 缺乏基督徒彼此的支持 令甘小明十分孤单 直到2008年 去年呢 吴克定牧师呢 亲自带领这个短宣队 来到这里啊 他呢要对我们的信仰啊 关于耶稣啊 关于圣经里面说 神的爱啊 很有认同感啊 那我们就很自然地 跟他交个朋友 他亲自来到我们的店铺里呢 就探访我 是他自己自学啊 自己慢慢地去寻求 一直呢 在他追求的过程里啊 他认识认同圣经里面呢 这一位耶稣呢 就是他所认识的真神 当他步道过后呢 就活动过后呢 那么就邀请人绝志啊 突然之间呢 就有十多个人举手 原来他是自己一个人啊 在一个这么偏远的地方啊 就喜欢自己听收音机 有时候呢 听电台播放一些基督教福音节目 或者是神学的讲座啊 广播啊 他都会听 牧师就决定啊 我们要成立一个查经班 我就好像一根植物啊 那么在 在那个泥土里面呢 都其实 其实都已经 生根啊 都发芽了 就就长大了 却被拔出来一样啊 我已经看自己是中国人了 我在 我在中国这么久啊 朋友啊 家人啊 生活方式啊 食物啊 全都是中国的啊 通年吹风吹 昨日故事放置诗句 难忘长寒旅 流浪交易上半句 七黑中 尽其胖的 你 世语里 夜夜打睡 日落令我心醉 数往事 自梦境 退去 再一次他族邦纳玛 Ricardo当时是23岁 10岁离开 13年之后反倒出生地 甘小明要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我在这儿生活到10岁 那么西班牙文就还没有完全忘记 但是呢 要我重新说呢 我就记得当时就不会听不会说 人家说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就像哑巴一样 后来呢就自己就练习了 就可以看报纸啊 可以听收音机啊 又可以跟别人讲话 大概呢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呢 就开始就可以流利的对话了 刚回来的时候呢就没有工作 就是待在家里了 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很无聊啊 那么没事做啊 那么我的爸爸就 那么就提议了 不如呢我们就就在这个地方 就办一个店铺了 在2005年 甘小明勇敢踏出信心的一步 决定再拾起书包 修读大学课程 可惜因为他在中国的学历不被承认 需要由初中读气 但是凭着他的勤奋和毅力 最终都被大学的语文系所取录 最初呢就是想读英文的啊 那么就为了想学英文呢 呃就听去美国之音啊 又去听BBC电台了 那么又去去网吧那里啊 去把那些把那些资料给下载啊 后来呢慢慢发觉 读英文没什么意思啊 很多英文字啊 其实不是英文啊 是从法文来的啊 从拉丁文来的 希腊文来的 就好像一幅拼图一样 那么我发觉西班牙文呢 很有意思啊 很有内涵呢 因为西班牙文呢 是从拉丁文演化过来的 当你要找他的词根的时候呢 就能够找得到 接触过几种语言和文化 甘小明最深爱的 始终是中国文化 喜欢那种家庭观念 喜欢那种 奋发上进的那种努力啊 喜欢他们的勤奋啊 虽然中国人呢 经常就批评自己啊 很喜欢批评自己啊 说中国人哪里哪里不好 有什么什么缺点 当你到去外国去呢 那么跟外国人比较起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中国人很好的 每一个民族都有缺点 不仅是喜爱 甘小明更身体力行 在生活里面流露出 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 他又要上课 又要读大学 又要帮忙店铺的生意啊 所以我觉得他很坚强啊 很上进 吃得极苦 任何难关他都闯得过 看他的外表像是 像是很软弱 其实他真的是特别坚强 很多时候他都是很谦卑的 有时问他些问题 他说我也不是懂很多啊 但是说来说去呢 原来他懂很多啊 他虽然懂得那么多 但是他并不觉得很骄傲 反而觉得他很谦谦和合这样 很佩服他的 就是对爸爸的孝心啊 在巴拿马出生 西班牙文是他的母语 虽然没有中国人的样貌 但是十分中国话 红楼梦啊 还有中国的历史啊 他们比我更清楚啊 真是 广东话啊 客家话呀 他什么都懂 很有学问 普通话呢 而且都是很好的 我自己也觉得 有点惭愧 我常形容他像是头熊猫的 因为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他拥有中国人所重视的 优良品格 他虽然懂得这么多 但是他并不会骄傲啊 吃得起苦头 任何难关他都闯得过 很佩服他的 就是对爸爸的孝心 他最看重的 不是人间的学问和知识 福音节目啊 或者是神学的讲座广播啊 他都会听 他那种的尾声啊 他不会轻易地不上教会 位于中美洲南部的 巴拿马共和国 南面是太平洋 北面是跟大西洋 连接的加勒比海 南北海岸线 与两大洋接壤的地理优势 就是巴拿马得天独厚的地方 在中美洲拥有这个地理优势 令巴拿马成为了 连接北美洲 南美洲 以及欧洲的海运中心 加上贯穿南北的巴拿马运河 在20世纪初完工 就更加促进了 巴拿马作为国际贸易 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海运发达和频繁的商贸活动 都间接促成了 巴拿马不同族裔的 集结和通婚 现时全国有超过60%的人口 是属于印欧的混血儿 Ricardo 外貌跟大部分的巴拿马人 没有分别 其实他也是一名混血儿 现时在大学主修语文的Ricardo 很喜欢用诗歌来表达他的感受 除了西班牙文外 他也精通中文 很多住在巴拿马的华人 跟他初次接触的时候 都感到非常诧异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好像他的外表像是个洋人 但是他的中文 比起我们中国人还要好的 他懂国语 我们这些广东话 客家话 他什么都懂 很有学问 除了懂得说 几种中国方言之外 Ricardo还懂得书写中文 在他爸爸所开办的杂货店里面 就贴了一张 他所写的励志语言 意思是如果你选择 去做难的事情 也不是难 如果你不做的 这些事情的话 就是容易 那么你都总是 总是做不来 能够精通中文 是因为他自小 就有机会跟爸爸用中文沟通 Ricardo其实是一个华裔 跟西班牙裔的混血儿 他爸爸是中国人 妈妈是巴拿马人 再加上在他十岁的时候 曾经去到中国中山投靠亲人 他的中文就在那时候 殿下基础 去到中国大陆之后 那么我爸爸就 就替我在乡下的学校里面 就报名读书 我也不知道 原来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方式